这也许会知道 但永远不会缺席 大家好 我是老Z 上一集我们讲了台大宅王 侮辱尸体的惊悚案件 如果还没有看过的小伙伴 可以点这篇连结回顾一下 但由于侮辱尸体 这样的案件实在是很罕见 但早在台大宅王案发生的7年前 在新竹也发生了一起 更为恐怖的案件 嫌犯对尸体是又烹阻 又侵犯又要分尸 连当时的承办员警听到 嫌犯手法都不寒而栗 甚至之后这间凶宅 还传出了许多 不可思议的灵异案件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 美少妇帮收房租 精神穷房客纠缠对象 深夜爬窗行窃失封 敬猛力勒毙美少妇 两度侵犯尸体 还主尸分尸半尸大碎 非人行径令人不寒而栗 来看这件新竹歌掌主尸案 我们把时间拖回到2007年的8月22号 在新竹的一间食品公司 一名35岁的原姓女会计 在这一天没有来上班 公司的人都完全联络不上她 失去了音讯 连请她的女儿到达妈妈的住处去找人 也完全不见人影 但奇怪的是 前一天晚上 她妈妈才亲自送女儿回家 怎么隔了一天 就突然人间蒸发呢 这让她的女儿非常的焦急 也找来了其他房客帮忙找人 由这女会去住的这栋房子 是工厂老板的 所以她也负起了收房租的任务 这时当女儿发现 妈妈的桌上 突然扫了一份房屋租赁契约 就是楼上刚刚才搬来不久的 杨庆房客 她直觉这件事情不单纯 立刻找人 上楼桥门 而住在五楼的是一名28岁的 电缆工人杨忠平 她想到大家要进入她的房子 她起先只打开了门缝 百般的不愿意开门 更让人觉得 这里此地云三百两 就在众人的要求之下 她不得已开了门 大家进去之后才发现 阳台上竟然躺着一具裸尸 只用窗帘布包着 赫然就是大家要找的那一名 消失的女会计 凶贤在凌晨两点的时候 疑似因为吸食强力交 侵入了死者的房间 那死者在抵抗的过程当中 那失手将死者勒臂 勒臂以后 将她带回嫌疑犯的房间 都会跟我们聊天啊 有时候我们有什么事情 她会帮我们啊 蛮热心的啊 她那个闲伴那种 完全都不熟啊 我们这一栋 我们这一栋 从一楼到六楼 几乎都看过都蛮熟 就是就只有那一个啊 她才刚搬来 也不到一个月 究竟一个刚搬来的房客 为什么要对其他人 痛下如此的杀手 涉嫌杀害女会计的杨忠平 国中毕业后 报考陆军士官学校 在装甲部队服役 92年退役 我们可以看到她的身材 是相当的壮硕 在案发前十几天 她才刚搬进新竹新学街 这处六楼公寓的五楼 她对外自称她在竹科上班 左邻右舍 每一个 对她有好感 这些年轻人 那些年轻人 那些年轻人 如果加加滚 我们两楼公寓 是要去上上的事情 上上的事情 上上的事情 我们想要 那些不断 不断 不断就好了 而被害人姓仁 是一名单亲妈妈 女儿当时就读国中 女后在新竹一间十里公司上班 除了担任会计之外 也帮老板收房租 虽然她已经35岁了 因为她身材娇小千细 加上保养得宜 外表呢 跟实际年龄比起来呢 年轻得多 加上她待人亲切 人缘非常的好 两个平衣线 在这栋公寓相遇 却是一个死亡交叉 平常交友都很单纯 然后很热心公益 是她遇害的前两三天 就说她有打电话给她 然后传一些简讯 她就问她说 昨天是不是你生日 她就这样讲 昨天是不是你生日 她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她就跟她讲说 你以后不要再打电话给我 但是我不曉得说 事情会发那么严重 我记得她 是在96年8月8号 才租进那个公寓里面 经济不是很好 经济绝积了 所以她只有付一个月的租金 那押金的部分 那个时候她没有能力缴 由于杨中平才刚找到工作 希望租金跟押金 可以在下个月一并缴交 也因此她也拿到 女会计的手机号码 她因此常常借故打电话 要探听她的动向 每天都纠缠 让女会计非常的不愉快 在案发的前两晚 她也都有打来 第二次是她女儿接起来 除了借故说要拿印章补印之外 还偷偷问一下 你妈妈究竟什么时候会回来呢 她女儿就说 妈妈不清楚什么时候回来 立刻挂了电话 当天晚上母亲 载了女儿回家 女儿还特别叮咛 你一定要小心这个男的 果然回家睡觉后没多久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被害女子住在四楼 住在五楼的阳心嫌犯才刚搬来 想不到引狼入室 半夜侵入被害人的房间 发现女会计已经熟睡 有一个皮包放在桌上 她随手拿了一千块现金 放进口袋 但她觉得不满足 还要更多 可能不够还是怎么样 她就伸手 在这个厨房里面拿了 被害人家里面的一把水果刀 把被害人给摇醒 逼问她其他的钱财 女会计惊醒后 发现已经有一把刀 底着她的脖子 但对方说得很明白 就是要钱 女会计冷静下来后 先以缓冰之际 要对方先把刀放下来 先让她喝口水 并且开灯让她拿个眼镜 有什么话好好说 那个被害人就是要求说 让她喝一口水 然后再把灯打开 那先生把刺烈的灯打开以后 那个被害人就大声呼叫 复教的当下 那个嫌疑人最用双手 双手掐住被害人的脖子 杨宗萍这时 用蛮力勒住她的脖子 希望她能闭嘴 女会计点了点头 表示她会照办 没想要等到杨宗萍一松手 女会计又开始放声大叫 这回杨宗萍杀红了眼 硬生生的将她勒死 将女会计勒死之后 杨宗萍异常的冷静 她先是把尸体背到她五楼的自己房间 又四度回到了女会去房内搜刮财物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要湮灭证据 之后她又返回 返回这个被害人四楼的这个房间里面 再做一只搜刮 把被害人的一些去还卡 皮包 那之后她也有清理被害人 这个房间里面的一些符文 也有稍微整理过 没想到杨宗萍回到房间后 竟然迎面申请直接侵犯了女会计尸体 而事后甚至打算肢解毁尸灭证 这个人好像心得上真的有点变态了 那另外就是说 入行为以后 那她一直在思考 要如何把它处置这个尸体 她原本打算 原本打算就是想要跟她自解 把尸体自解 然后便于夫妻 做法就是想说先把尸体先用开水 开水来煮熟这样子 就要便于自解 她的想法是这样子 可是因为她房间里面只有那个铝锅 那个铝锅 那铝锅不是很大 那 她只能做到就是说 被害人的左手肘 左手肘以下 我经过开水 烫伤脱皮的这个迹象 后来她觉得这个办法不可行 所以你就做罢了 这个举动后 她又再次升起了营宴 二度侵犯了尸体 而就这样裹着阳台布 把她丢在阳台 事后她竟然还能呼呼大睡 求欢不成竟然勒比她 还企图毁尸 甚至陪在尸体旁睡了12个小时 手把相当残忍 死因是窒息 然后呢 窒息以后再性侵的 刀伤也是 都是死后的 女子遇害后生前唯一的女儿 到公寓内整理母亲的遗物 判凶嫌无冤无仇却惨遭杀害 家人痛斥 这种人应该下18层地狱 但出乎意料是 杨中平落网之后 跟警方讲的完全不一样 她声称她是要去偷窥女会计 被对方发现后又大叫 才不小心勒死对方 水果刀也是女生死掉之后 才去拿的等等等 企图就想要撇掉 比较重的强到罪嫌 但最后都被检察官打脸 因为如果你真的想要偷窥的话 为什么不是挑洗澡或是炉侧的时候 从气窗外面偷看就好 何必摸黑进入房间 在没有开灯的情况下 要去偷看人家睡觉呢 之后又拿走项链现金的财物 两度五五尸体 事后又拿了提款卡去领钱失败 种种迹象都表示 她事后在狡辩说谎 根本毫无回忆 她在拍手第一次的笔录 我们发现她笔录中 跟我们收入证的一些记证 不符 所以我们怀疑她们 就是她的第一次供述 有所隐藏 她是属于陆军事校 毕业是一个受过专业 军事教育的一个背景 那犯案之后 我们到现场 她也很冷静 也不说话 就在现场做人 然后就直接声说人就是我杀的 嫌犯是说她想分屍 但是技术不存熟 那试过几次 发现没那么容易 她就放弃 进入地界署最后侦查终结 检方以嫌犯杨中平 与被害女子两个人并无仇恨 却因为偷钱最后犯下了凶杀案 以强盗杀人 侮辱尸体等罪嫌将她起诉 并求处其刑 过程中杨中平呢 还试图以 当天晚上她吸食的强力胶 精神状态不稳定为由 试图抗辩 最后也是被检方打理 那她有对被害女子尸体 有一个入的那种行为 我们觉得 这个人好像性格上 真的有点变态了 因为经过鉴定 那当天晚上她吸食强力胶 那对于她的那个精神状态 并没有达到好弱的这个情形 也没有达到这个 心神上司的这个状况 那基本上的话 她还是意识很清醒 但那任法官 考量她杀人是临时起义 犯后也坦诚犯刑 在法庭上 也有向被害家属鞠躬道歉 罪告怨 最后判处她无期徒刑 三审定验 虽然过了这么久 但是这对被害人家属来说 仍是不愿提起的悲痛 家属更气的是 嫌犯事后一句道歉都没有 没有来看过也没有来问过 也没有一毛钱都没有 判断器有什么办法 有什么办法 我们有什么办法 没有办法 现在也没有一个死刑 怎样杀人 怎样那个也没有一个死刑 检察官并没有认为 这个判无期徒刑太轻 所以只有被告本人上诉 那么最高法院认为 被告的上诉是无理由 那么依法 并不可能给她改判死刑 家属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 而发生命案的凶宅 似乎也不平静 就不少人传出 在深夜的时候 经常听到高跟鞋在路上 叩叩叩的走路声 甚至在角落也有听到 不明女子的错气声 但你怎么样就是找不到 这个声音来源 网络上不少住过的民众 都有发文章 说他们有类似的经历 有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上网找找看类似的文章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你那位凶贤 他犯下如此可怕的凶案 在法庭上将家属鞠躬 是真的有悔意 还是真的如家属说的 一切都是在演戏呢 也欢迎有想法的任何小伙伴 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我会一一回复大家 我是老Z 我们下集见 首页就能看到 五二小组系列影片 有会客室 老Z调查线 捐香聊虾蜜 别阴阳 中部中心白岛出任务 南部中心BOSS工作室 丰富内容 千万别错过咯 搜寻中天社会频道 欢迎您一起来嘉一